凌晨4点多 一群男女7个人 走在棋楼摇摇晃晃 其中一名男子先推打力牌 走着走着甚至还高高跳起 垂破塑胶招牌灯箱 不过落地11个亮枪 似乎扭伤脚 还需要朋友搀扶 再看一次他跳起来砸招牌 疑似膝盖撞到柱子 跳下来后扶着脚走路 想耍威风却一秒便跛脚 当时这群人经过棋楼 先推打旁边的力牌 之后一路往前走 甚至跳起来把灯箱给打破 导致店家现在只能用胶带 做暂时的维修 店家赶紧做补墙 就是不希望影响正常营业 事情发生在19号凌晨 这群人有的人走路 已经不稳需要人扶着 不过这名打破招牌哥 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垂打招牌 甚至还导致自己受伤 店员调阅监视器画面 看到整个过程PO上网路 还开玩笑说 可别来找我们求偿医药费 应该只是喝醉吧 他们就只是路过 然后把他打破了以后 事后店家低调也没有报警 认为只是偶发事件 只不过喝醉酒 还是先把路走好比较重要 免得像这样东垂西打 自己意外受伤不说 要是店家追究 还可能吃上亏损官司 记者的家门 刘世伟 台北报道 未经许可 домой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之后